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 10月4號星期五的財經早點名 我是陳奧仁分析師 先預祝大家有平安的一天 還有週末假日的話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度過 因為如果你看到最近這幾天的話 當然我們的北部 雖然休了兩天的颱風假 可是其實如果就風雨來說的話 好像還好而已 可是因為今天 我剛剛看到是連高雄 今天還是停班停課一天 希望在南部在高雄 在重建家園的投資朋友觀眾朋友們 一樣是可以趕快來去做一個 回復復原的動作 因為最近這幾天 真的受到颱風的一些干擾 我們自己的台股 雖然是修飾的 可是如果你看一下 全球股市的話 尤其是美股 雖然沒有颱風 可是還滿正的 到底在正什麼 我們等一下會趕快 趕快跟大家完整的說明 當然如果就今天清晨的 最新最新的預報來說的話 你會看到三陀的颱風 已經正式減弱為熱帶性的低氣壓了 目前看起來還在台南跟高雄那邊 去做一個盤旋盤旋 影響的話會漸漸的減少 如果以目前的狀況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相對還好一些些了 主要美國股市的部分 在我們的修飾期間 請你再繼續這邊一些相關的內容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在這個禮拜 我們跟大家說過了 因為這個禮拜是比較屬於 重量級的經濟的數據週 如果你還有印象 印象還深刻的話 其實在8月初的時候 跟9月初的時候 我們的台股都因為美股的崩跌而下跌 那你記得8月5號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重挫了1807點 創下了史上最大跌幅 那你應該還都記得 在9月初的時候 那時候也因為非農就業 也就是今天晚上 美國要公告的 這個最恐怖的數據 那因為非農就業的關係 我們的台股也重挫崩跌 超過了千點 所以今天這幾天的一些 相關的經濟數據 干擾著我們目前的台股 是最大的部分 那不過還好 如果你看一下大方向來說 今天清晨收盤的美國股市的 主要指數是屬於一個漲跌互見的 然後還不錯的是在輝達的 股價上漲了3%多 然後台積電的ADR 因為他們沒有修飾 所以台積電的ADR 會漲了2%多 那我們自己台股的部分的話 你今天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畢竟今天我相信 應該還是比較偏向於 亮縮觀望的一天 亮縮當然還是因為晚上的數據 還有就是 大家還在重建家園的一個過程 可是至少在第四季的行情的話 我還是跟大家定調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台股就是走一個旺季行情 然後還有就是多頭的一些做帳 跟做夢的行情 那當然你會聽到我 每次每次都跟你講做帳做帳 可是如果以一個法人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跟你說 在上一個季度的一些相關的 做帳的股票的話 不一定代表的是 這一個季度的做帳股 所以你要重新再留意哪一些法人 或者哪一些比較屬於資金逢低 去做買進的一些相關的個股 那我也會持續的來跟大家做一些相關的分享 那AI供應鏈為什麼今天我認為 會輪漲輪動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昨天 因為如果你只能看到我的YouTube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我昨天跟前天 都有把影片來去做上架 而且我是直接 真正的就是到公司去錄影的 你先給你看這個 來… 好 你有看到嗎 這個 10月2號的台股節 其實是我在颱風架的時候加入的 因為 如果你有在追蹤國際股市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說 哇 怎麼中東又打起來了 你看到伊朗 號稱宣稱發射了近200枚的飛彈 去攻擊以色列 然後伊朗說 我們這邊已經是打完了 如果你以色列你不要再來亂 你美國不要再來亂的話 我已經充分的表達我自己的自治力了 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是又好像覺得怪怪的 因為果然你看白宮 美國官方的說法 他就說哪有 明明就是被我們多數都攔截了 所以伊朗這次的攻擊是無效 而且是失敗的 這個是我們那天在跟大家做 國際股市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新聞 跟大家做相關提醒的地方 當然這件事情的話持續發燒鐘 如果你看一下最新最新的狀況的話 我也給你看一下 來這裡 這這這這 我認為中東的地緣的話 應該還是屬於一個小吵小鬧 因為目前最新最新的狀況的話 是以色列嗆聲說 我們有能力 可以打到中東的任何一個地方 可是如果新聞去採訪拜登的時候 拜登說了幾句話說 我建議你以色列 你要符合比例原則的一個回擊 還有我不支持 你去攻擊伊朗的核武的設施 但是今天剛剛最新的一個進度來說的話 他說他正在跟以色列去做討論 有可能會去打那個伊朗的基礎建設 尤其是在石油的相關的設施 所以今天的油價有一個比較屬於 短線上面的一個飆漲 可是如果一個大方向來說的話 我認為依然還是屬於一個 都可控的一個範圍 所以中東的地緣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持續關注 但是不要害怕 因為我也會持續 幫大家做一些相關的追蹤 那回到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因為這個禮拜 真的有一些很重要的經濟的數據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我那個一直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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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我真的每天每天 很希望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資訊 而且這些資訊的話 絕對不是你從新聞看到的那些 很恐怖的事情 我想告訴你的事情是 法人怎麼看 還有你現在目前台股該怎麼做 趕快 該怎麼賺 現在目前的行情該怎麼賺起來 這個禮拜有一些重要的經濟數據 比方說像是10月1號的ISM 或者比方說我剛剛講到的 是伊朗發射了以色列 這些相關的飛彈攻擊 這是突發的事件 另外陸股的修飾的話 預計會修到10月7號 這個是他們固定的 10億的長假 最近這幾天港股的波動也滿大的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在反映的是一些 比較偏向於短線獲利了結賣壓 和接下來預期的官方政策 依然持續去做多多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請你持續關注著 長假期間 中國長假期間的消費的一個狀況 還有的話就是有沒有官方的政策 繼續來去做多多 因為中國股市你說好做也超級好做 你說不好做 它就是一個悶在那邊不太會動的股市 可是只要一有政策的利多來的時候 請你看著政策去做多 因為那些相關的ETF就會跟著飆漲 這個額外跟大家做一個相關的補充 昨天晚上的是ISM非製造業的PMI 還有出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那今天晚上的話是失業率和非農就業 也就是帶來9月份的那一次 台股比較屬於重挫大跌的那個情境 那會不會這樣 我們繼續趕快幫大家做一個關注 因為如果你看一下 在我們休市前的那天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怎麼明明它的ISM PMI 是在10點鐘的公告 可是我們在休市的那天晚上的台子期貨 或者如果你有在盯夜盤的人 你會發現說 怎麼8點半的時候就已經先跌了 原因就是因為原來那個跌 是因為中東打起來的跌 而不是因為經濟數據的跌 因為真正經濟數據公告出來的時候 它反而是沒有在說下跌的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還是要回歸到說 你在最近的一些行情 在短線上面這麼樣的大的 波動的情境之下的話 你要了解說 這些相關的跌的原因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或者是跌下來的 你應該去做一個應對的一個做法 如果你記得的話 其實在上一個月 9月份的那一次的ISM的公告數據 還有就是在非農就業公告數據的時候 那時候的美股 是用一個重挫來去做一個反應的 那一次的話 其實你如果看一下經濟數據 我那時候跟大家說過了 經濟數據我認為沒有太大的問題 市場上面在擔心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FED聯準會它到底要降一碼 或者是降兩碼的那個疑慮 因為如果衰退 它就必須要降兩碼 然後如果沒有衰退的話 它就是一個正常的降一碼的動作 可是你看到這一次其實是降了兩碼 但是股市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反應 而且反而是上漲的 原因的話就是因為 市場上面已經 充分的來去做一個相關的反應了 那這些反應的一個狀況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符合預期的狀況 所以如果 大家已經有一個 做一個充分上面的反應的話 就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所以如果以最新最新的一些 相關數字的ISM非製造業指數的話 你會看到還不錯喔 54.9是一個創一年半新高以來的一個狀況 所以表示的是新訂單跟商業活動 跟一些相關的服務業 都有恢復成長的動能 那當然出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的話 是略高於預期的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市場上面已經反應過後 所以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今天晚上這個數字的話 市場上面已經預估 這個非農就業的話 預估會比8月份來的略深一點點 到14.4萬人 然後失業率的部分的話是估4.2 所以如果都是一個 符合預期的狀況的話 我告訴你 官方的態度 而且這個官方不只是美國官方 而是連全球的相關的官方 甚至像是最近這幾天 有沒有 日本的新的首相石破茂 他正式新上任了 他一上任的時候 日股嚇死了嚇壞了 為什麼嚇壞 原因就是因為 那個 這個石破茂 這個是石破茂 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這個 如果你有在看那個 七龍珠漫畫的話 你就知道說這個人其實是 叫磨人浦屋 這個磨人浦屋 為什麼又跟這石破茂是一樣的 原因就是因為 他曾經在前幾年的時候 為了一個活動 去扮演那個磨人浦屋 那這件事情跟日經的指數 有什麼相關 我告訴你 關係可大的 因為看到這種表現 看到這種裝扮 你直覺就應該想到說 原來他就是一個 會去迎合選民的需求 迎合市場上面的需求 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做出讓選民開心的事情 我告訴你 他在10月2號 我們今天10月4號對不對 昨天前天 前天的時候 因為這次他上任那天 日股嚇壞了 結果馬上 就在前天的時候 然後就跟日本央行 就是日營的總裁 執田河南去做一個會面 然後他們就取得了一個共識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開始 我現在就要支持寬鬆貨幣政策 再找一些些 還沒有當上日本的新的首相之前的時候 他說我反對寬鬆 我反對安倍經濟學 結果換個位置之後 你就看到換腦袋了 為什麼那麼重要 原因是因為 全球有太多的資金用日本 日圓去做一個便宜的套利 就是利差交易 所以短線上面的一些日圓的恐慌 結束之後 如同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美國也安心 日本也安心 所以相關的一些 大的方向來說的話 官方都是要偏多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必須先進一段廣告 後半段回來的時候會跟你講 我們現在目前的台股 你該如何去做一個因應 還有今天 我覺得會長AI的族群 為什麼會長AI的族群 下半段節目好好來跟你做分享 先進廣告 好 歡迎回來到 財經早點名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上半段的時候 特地幫大家提醒說 我們在休假的這兩天的時間 美國股市和一些 全球的一些重要的經濟大事 那也如同你看到的 雖然我只有每天早上8點 在8點半到在中視節目 可是如果你看我的YouTube頻道的話 你會看到很多這些豐富資訊 比方說昨天和前天 雖然都是台股的颱風價 可是因為國際股市真的是很震盪 所以我特別到公司加班 把YT把它錄起來 所以如果你有看我的YouTube頻道的 投資朋友們 觀眾朋友們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昨天跟前天的這兩片 加入的影片 這個12號前天的和昨天的部分 當然有一些粉絲們會講說 哪裡可以找到這樣的豐富的資訊 我給你一個QR Code 你可以把這個QR Code把它掃起來 用你的手機把它 照相功能把它打開來 掃這個QR Code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到我的LINE的粉絲團 這個是正版的 不是那種一般 看到FB看到一堆這種詐騙集團 給你亂騙的 因為這是中視頻道的節目 來 我們就繼續講下去 我要講的一個重點是 你真的要聽懂官方的說法 你真的要聽懂這些有利人士的說法 黃仁勳前幾天的時候 他講到的一個重點 他說我們現在要符合法規的需求 所以中國那時候是不是講說 今天就不准賣H20 因為你要多買中國的晶片對不對 我告訴你不對 而是黃仁勳他其實自己就先停售了 為什麼他要停售 原因是因為中國的這個官方的指導出來之外 美國那邊也準備要去對於禁令 去做一個實施 去做一個評估 去做一個新的調整公告了 那黃仁勳很聰明 他會等到美國的新的調整的禁令出來的時候 他再把他的新的晶片 調到符合法規 再來賣 繼續賣 因為看起來我們供應鏈這邊有看到 有一顆新的晶片叫B20 那這顆B20的晶片的話是用Blackwell 然後這顆晶片的話就會變成是說 等你美國的官方的數據公告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來調整到符合需求 符合法規 賣到中國繼續賺 的這樣子一個晶片 所以請你聽懂黃仁勳他要講什麼話 另外我剛剛有跟你說到了 這個其實我昨天的時候 我昨天在加班在去錄影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你講到這一段了 這是10月3號的時候 其實新聞在採訪黃仁勳的時候 他有講到說 我看到那個Blackwell 真是瘋狂大家在搶 那個需求真的是很瘋狂的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是正式進入到了量產的階段 之前不是聽說有漏水的問題嗎 之前不是有聽說有什麼晶片瑕疵嗎 可是我告訴你 他這一句話講出來的時候 就代表的是都沒問題了 第四季請你看著他的AI伺服器 Blackwell GB200的伺服器 正式開始去做一個量產出貨 所以這就是我說到的 近期而言的話請你稍微留意一下 包含台積電 因為他10月7號要開法說會 然後呢 還有就是揮答AI伺服器的相關供應鏈 但我也跟大家說到 你必須要聽懂這些官方的說法要講什麼 然後去做一個順勢的操作 然後去做一些比較你可以做的好的股票 那我也常常跟大家說到了 台積電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真的就是護國神山 可是你做他真的是沒有資金效益 所以講了這麼多的一些大方向 我也給你看一些個股好了 來 先給你看這是現在目前剛剛開盤的日經指數 剛剛開小跌之後現在小翻紅 因為日本的那個首相 他是不是辦了魔人浦屋 他是不是就是要銀河市場 他是不是要做多 是啊 這就是現在目前的狀況啊 所以特別補充 來 2330的台積電 我有沒有跟你說 超級難做的 連我都覺得難做 我告訴你 跌破1000塊台積電先別買 7月22號的時候告訴你的 然後呢 砍在阿呆股 拜託你不要 所以那時候跌破了900塊的時候 如果你有聽懂我在講什麼 當然如果沒買最好 但是有買的人的話 你也會希望你是沒有買 沒有砍在阿呆股的 到目前為止的話 今天應該會守著季線 再次去挑戰1000元這個整數的關卡 可是1000元這邊 他就一定會有 關股去倒倒倒 賣賣賣的這樣子賣壓 所以這邊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1025 那錢高的話是1080 我認為這邊要過 有一點辛苦有一點難度 那鴻海的狀況也是一樣 2317 有沒有 前波低我跟你說 這邊真的都是阿呆股了 170塊我真的跟你說都是阿呆股了 因為那邊已經是 法人等著要低接股票的地方了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200塊有沒有看到 整數關卡的壓力 還有這個季線 季線在188到190塊這附近 所以190到200塊這邊 是他面臨到的比較大的反壓區 然後在網上看上去的時候 也就是我說到的 225塊 就是他會去反映 他明年15倍本益比的地方 所以一層又一層的壓力 一層又一層的關卡 很難突破 如果發哥也看一下 林發哥的狀況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股票這些全資股 幾乎都長得一模一樣 為什麼一模一樣 因為他們就是大 因為他們是全資股 他們就是外資 該賣的時候都賣他們 然後黑手在互盤的時候都買他們 所以永遠那個外資跟關股黑手在那邊對坐 所以這種股票很難有一個大的方向 但是這種股票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是投資價值 真的都是好的股票 可是你真的該選的 你應該選的是這些有沒有 我跟你說過的 8月份有看我們節目的人 有沒有 260塊的萬潤 現在已經是480了 那你一張的話 光一張而萬潤 你可以賺20萬 280到480 直接取診數就是20萬 然後什麼星雲 有沒有 也都是創高在拉回 然後什麼紅素 都是創高在拉回這種股票 他們因為這真的是 這是紮紮實實的 收匯到台積電的COAS 產能不夠啊 還是要擴產啊 那 另外還有誰 這是剛剛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一代的COAS 然後第二代的這些是誰 5443的均豪 是不是之前也在這邊 在100塊這附近 來送給大家 來跟你說說 好的股票 G2C 二代的COAS 你可以關注它 你可以留意它 我只差沒跟你說趕快買 但是因為我有法規的限制 所以我不能跟你講說 要買什麼股票 但是我自己的會員 我都會帶著到 這些好的股票 帶著我們的會員 一檔一檔把它賺起來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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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我一句話喔 不是在我跟你講的時候 你才去做追高 像這種股票有沒有看到 君豪遇到什麼問題 166這邊 8月29號這邊 是不是有大量的 長長的上影線 有沒有學過去數分析 什麼叫大量長長上影線 或者爆量長上影線 那就是表示說 有一些主力已經在這邊偷跑了啊 可是偷跑的時候 你還看到新聞跟你說 啊 COAS好棒 然後台積電受惠好棒 結果你才去做追高 然後結果一追又套著 所以我拜託你 不要再做追高殺低的動作 那我們時間的關係 所以剩下最後的三分鐘 我還是要跟你講 台積電真的很辛苦 操作它沒有執行效益 然後也有人在我的YouTube留言板 或者是在我的LINE的粉絲團 跟我做一些相關的互動 我重申再重申 節目講不夠清楚的 都歡迎來我的YouTube或我的LINE 來這邊做相關的討論 那也有人問到台積電的看法 我台積電看法 我今天就不再意義的跟你 跟你做詳細的說明 因為你已經聽我講了很多很多次了 就是護國神山 就是很苦 你就應該做它的受惠股 受惠股的話 你也應該要把它 好好的把它賺起來 因為現在目前看到的一個狀況是 全新的作帳的行情 又要開始了 然後你又聽到說 這個老師 這個大人哥 怎麼都跟別人怪怪的 怎麼都講那個 明明新聞沒在講的事情 好 因為我告訴你 因為每一次每一次新的個股 新的作戰行情來的時候 它絕對不是在那個3 6 9 12 新聞跟你說的時候 你才去做追高 你有沒有看到 像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萬潤什麼時候開始漲的 是不是8月的時候就開始漲 然後9月的時候 已經是在這個相對的高點了 然後到9月底的時候 全部跟你講萬潤好棒棒的時候 那都已經是高點你知道嗎 可是我告訴你 新的一個季度 就會有新的股票 新的標股出來 所以這些相關的個股 可以好好跟著我們 在還沒有起漲 還沒有被拉得太高的時候 好好跟著我們去做一個 縫利的佈局 其他個股剛剛講過了 均豪我講過了 上全 對上全我特別講一下 我也很早很早就跟你說過了 為什麼很早很早就敢告訴你 原因就是因為 COAS 細光子 面板集散出行封裝 還有相關的封測跟設備廠 都是台積電 10月17號法說會之前 你可以留意到的一些方向 那這邊它是創高跌停板 這個都是隔日沖 可是隔日沖 不代表的是把它會沖壞掉 而是你可以留意這個低階的好的買點 所以我再次跟大家重申 台股沒有基本面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在於追高殺低 那如果你有一些相關個股的問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必須要先在這邊做一個告一個段落 那當然等一下節目結束之後 你可以透過LINE的方式 或者透過我們電話的方式 來跟我們做相關的洽詢 好好跟著我們把第四季 旺季做夢作戰行情把它賺起來 台股加油 大家有 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盤中幫你做提醒 待會兒見 大家加油 Bye 搭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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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